大家好 欢迎来长说美 我是长老师 哎呀 这个儿星千里 母担忧啊 这个我们这个女儿呢 在华大省路易斯 在现在开学两周了 从前天开始呢 就说呢 有这个嗓子疼 然后呢 就买了一些那个小那个硬糖啊 来压这个嗓子疼 结果呢 昨天晚上呢 到了夜里两点打电话 就他们那边的一点 说哎呀 这个咳嗽就睡着觉 然后又怕吵着这个室友 所以呢 就跑到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自习室里 给打电话 真是挺可怜的 那我们当然是特别特别担心了 别是染上这个新冠 因为呢 星期一呢 刚是一个长周末 美国这个Labor Day 而且呢 又有一个中国一个电影 叫那个那个上影 所以他呢 还和几个同学去坐着Uber 就去看电影去了 然后呢 这个长周末嘛 反正他还那个去他们那个学校的 这个俱乐部去面试啊 是怎么样的 反正好多的事啊 还跟同学一起染指甲 确实呢 是现在是有这个咳嗽啊 我们就特别特别担心 他咳嗽确实挺厉害的 说话都不行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 然后就大晚上给他查 怎么来这个压这个咳嗽 而且呢 他妈妈也很担心 昨天夜两点就查是 这是不是这个新冠的这症状啊 嗓子疼啊 咳嗽 这都是新冠可能的这个症状 结果到了这个昨晚晚上 我就我也没办法 就给那个江博士留言在群里 然后呢 就说这怎么办 然后呢 江博士呢 倒说呢 不要慌 说呢 看一下这个学养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赶快给他 从那个本地来订那个学养仪 上午订的 然后一点呢 他就收到了 有止咳药啊 两个止咳药 然后一个这个学养仪 就一查呢 这个学养呢 还可以是98% 就是没有那么吓人呢 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呢 他上午呢 反正上了两节课 然后中午回来呢 这个睡觉 后来呢 这个孩子呢 反正一想想呢 就是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测 这样也对室友负责嘛 其实呢 我呢也查一下 他们学校的这个数据啊 8月30号之后呢 他们一共有295个测试的 有零个这个确诊的 就是确诊率是0% 所以呢 还是其实学校里边防疫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这个康铁就这个 浚呢 是有10%的这个确诊率 就是生路易斯所在这个浚 那么呢 这个校外呢 还是比较危险相当于 那么学校呢 他的这个测呢 倒是很容易 他说决定测 到测上呢 就10分钟就测上了 然后学校的规定呢 是你在出这个结果之前呢 你最好就在苏州里待着 不要到处乱跑 在这个出结果之前呢 不能够去上这个线下的这个课程 所以就24小时之内 不能去上线下的这个课程 这样呢 也是对别人负责吧 也对自己负责 所以呢 就去测了 现在等这个结果 因为如果万一要真是有这个问题呢 那还是早早的这个治疗 那么他这个学校呢 这个学期呢 一共有5个学生确诊 有这个两个教职员工确诊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医生呢 也这个给我们安慰 就说最近呢 其实呢 这个美国的流感也比较肆虐 所以呢 并不是说呢 你要是咳嗽啊 就一定是新冠 也可能就是流感 所以我们希望吧 这个不要是新冠官人感染 对吧 那我女儿其实也打了两针 这个Pfizer疫苗都早打过了 反正现在是祈祷吧 这次这个长周末 就是美国Labor Day之后呢 这个疫情的确实有反弹 在这个昨天的 单天的这个确诊的人数呢 是达到了超过30万 这就是美国的历史新高了 曲线呢 本来都已经下降了 结果昨天突一下就上去了 前一次呢 这个疫情的上升呢 也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国庆日 长周 weekend的过去以后 疫情就上升 所以呢 现在很担心吧 反正我就跟女人说呢 那你这个吸取教训 对吧 一个呢 就是别老没事 就出学校外边去跑了 你就尽量在学校里边待着 目前来讲 确诊率0%嘛 对吧 你别给人来个0的突破 对吧 那么第二呢 就是到哪都戴上这个E-Mask 就是这个电子口罩 别嫌这个难看呀 或者什么麻烦也不戴 那么总归是保护自己 那你保护自己同时呢 你也保护别人 对吧 你说这个情况 他有这样症状 那最好还是去检测 对吧 要不然你说 江西比辛如果是 他的这个室友 如果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担心呢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就看 等这个结果吧 这个可能呢 其实人家说早的话呢 可能就几个小时 就能出来了 最晚也就24个小时 所以等这个结果出来吧 我们反正也是很担心 很多你想 来这边留学生啊 那肯定是 可能家长会更担心 你看像我们呀 还对美国这些事情的 一个轻奢熟路 对吧 我想要一个学养仪 想要什么呢 他妈妈就知道 怎么来给他定 就几个小时拿到了 那你在国内呢 他就可能不知道 而且在我们这 毕竟呢 是有这个医生啊 有这个社会的这些关系啊 在这能够 行办呢 今天就聊到这 这个也是捞捞叨叨的吧 反正作为一个 这个孩子正在上学的 这个老爸 希望呢 这个孩子 健康安全吧 能够好好的来 专注在学业上面 好 那如果有这个 什么进展呢 我也会跟大家来汇报 那今天聊到这 如果呢 你对留学美国方面 有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指导啊 这方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案件答正都可以私信我 这是我们后人的主页 我们一定愁时间来解答 所以我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